台湾从北到南有许多特色商圈 其中台北市中山区的南西商圈赤峰街一带 就有文青圣地的美名 还被英国时尚杂志评比为 全球40大罪库街区之一 但最近商权店家却是面临了团灭危机 因为街铃有多达74家店 遭人检举违规营业 理由是在住宅区八米巷道内开店 违反了土地使用规定 不少店家恐怕因此要被勒令停业 这让人联想到了 同样是住商混合的台北市师大夜市商圈 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噪音油烟等等问题 引起了居民抗议 甚至跟店家爆发冲突 最后大批店家不得不搬离 导致了师大商圈就此没落 那么这近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南西商圈 会步上后尘吗 带你了解 一条街见证台北数十年来的变化 这里是他们安居乐业的家 也是他们孵化梦想的地方 但若两者间形成了冲突 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巷子的好 看到我们跟邻居这样能生活在一起的好 改善的方式没有其他方式大概就是自己版权 台北市中山连接双连一带行程热闹繁的南西商圈 是在地人休闲逛街观光客必访的景点 还曾被英国杂志列为全球四十大罪库街区 就算是平日下午来到这里 依然能感受商圈的超人气 感觉这边比较摸的 比较新潮 服饰啊或者是那个饰品 还有很多小甜点点 南西商圈景陵捷运中山站和双连站中心点 这个带壮的新中山现行公园最为热闹 每到假日就有文创市集摆摊 而面向外侧南京西路上 还有三家百户公司知名品牌琳琅满目 从闹哄哄的主街道转进巷弄 这里是赤峰街 位于中山区和大同区交界 属于台北市叫走开发的区域 一眼望去并排的民居老宅穿插着许多特色小店 有扑植而个性的文青咖啡厅 捕着服饰店 也有已值栽点缀门面的书店 或是风格跳脱的甜点店 最多客人跟我的回归就是 我走一走逛街意外发现一间可爱的小店 简约的小店里飘散现烤司康的香气 33岁的Jimmy开甜点店将近四年时间 当初决定创业时 他就锁定南西商圈 那我们其实当初就是想把在花莲那种 喝咖啡吃甜点那种很惬意的氛围 带来台北 其实台北人逛街府外乎就是中山区 东区信义区 那这几个区域的差异性也蛮大的 那会选择中山区的原因也是因为觉得它最符合我们当时在 感觉在花莲的那种氛围 因为是一个在巷弄里面 然后一个老屋新屋错综交错的一个巷弄里面 充满复古与现代的交错感 扭转成就的氛围 成就独有的巷弄景致 不过老一辈的台北人都知道 赤丰街早年叫做Paitiage 是著名的打铁去落 贩卖汽车五金零件 随着时代变迁 五金产业走入夕阳 但交通方便且房屋老旧租金便宜的优势 陆陆续续吸引一些年轻的创业者进驻开店 逐渐创造出新旧并存的风貌 近十年成功转型为文创商圈 有一个历史街区的概念 虽然很多的一些老房子或者是老的产业 它其实还是保留了一些相当的元素 所以都会让很多消费者觉得说 我走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文化之旅 所以这个转型过程当中 就开始做了所谓的一个城市栽账 所以有很多的文创或者是餐饮的业者 也就透过所谓的老屋栽账 老屋转型开始建筑 时至今日 还是能在街上看见几家欧丘养 老师傅反复敲打铁块 火花四件 如今更像是与新世代碰撞出的火花 光是赤峰街就有近280家店 向外延伸 整个南西商圈壮大后 整整横跨了三个里 店家数量也越来越多 许多清创者都来到这里追寻创业梦 不料近期却被一道公文 逐起高墙 上百个店家收到都发局公文 遭检举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 管理自治条例 住司区不能在8米以下的巷弄和2楼以上设置店面 被要求限期两个月改善 从今年5月起 检举寒雪片飞来 南西商圈内多达74家店遭检举违规使用土地 就是因为这一带大多属于住宅区 依照都市计划法 若开设餐饮或服饰 一般商店等零售店 必须在路宽超过8公尺的道路 偏偏池峰街巷弄 连6公尺都不到 现在商圈里面的这些 餐厅咖啡厅这些 所谓的副条件主要的标准 主要是 它必须临接8公尺以上的道路 而且它只能够在一楼跟地下一楼来做使用 是为了避免第一个当地交通的冲击之外 最主要还是基于消防公安的考量 从前狭窄的巷道是特色 如今却是难以克服的现实问题 违规成为既定事实 收到检举寒的店家需限期改善 否则恐面临恶令停业的窘境 就怕眼前这道坎跨不过去 店家发起联数 希望与男性商圈不分手 希望他能够专案列管 我们这次受影响的一个商家 由台北市各局处来做辅导 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继续生存 我们也提出了店家所谓的一个自治公约 因为包括居民会担心的油烟灶音垃圾停车问题 我们都可以做得相当的好 希望能够达成全台北市第一个示范性的一个自律的一个商圈 自救会提出方案期盼能继续留在商圈 毕竟强行执法空引爆店家团灭 北市独发局也给出解套方案 只要是2020年前开设的店家可申请暂缓财阀 之所以用2020年作为划分点 是因为台北市政府在这一年启动商业登记预审机制 在店家取得商业登记时 会审查营业的类别是否符合在住宅区开店的条件 也就是说2020年后才进驻南西商圈的新店家 若营业的类别没有符合规范 得面临关闭歇业的命运 这个部分我们市政府这边也在开会研议 讨论后续的处理的方式 这里一个大特色是青年创业 所以有的商家是三个月 有的是三年 所以不符合这个期限的商家居多 所以如果营用这个条纹 这个商圈一样会消失 也有几家店家因为他们比较早收到公文 现在已经过了限期改善期 所以他们已经拉下铁门 摊开地图 商圈自救会代表黄童红 用手笔画出街库的分区 他无奈地说都市发展有其脉络 台湾各地都能看见住商混合的现象 南西商圈并非特例 以台北市来说 像是十大商圈 永康商圈 温州街 景州街和清田街等等 都是属于在住宅区开店 而汇聚成商圈的案例 大家聚在一起住的时候 相对的居住各方面的需求就越来越多 那你需求越来越多 生活机能就逐渐越来越成熟 可能就会变成服饰业 餐饮业 健身房什么都跟得进住 那就会破坏它原本住宅区商圈的该有的宁静 就会变得越来越热闹 在目前的都市企业的框架下 往往当商圈扩张到一个程度后 其实就会产生跟土地使用管制相冲突的问题 包括以前的这个十大商圈 永康商圈跟现在的南西赤峰街商圈 学者解释早期台湾的都市计划 是参照美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 进行土地使用分区规划 像是采单一功能 分类出住宅区 商业区等等 但台湾地下人酬 住商混合的情况相当普遍 因此法令规范与实际使用 产生了许多灰色地带 也使得政府每三到五年 就需要进行一次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重新检讨法规 针对南西商圈的争议 北市府明年2025年将进行通盘检讨 意味着住宅区开店的限制 有机会放宽 其中一项条件是与当地居民达成共事 但容易吗 反侃同样是住商混合的争议 时间拉回到2012年 台北市失大商圈 大批游客有路 更带来令人难以忍受的造诣 让住户不得不走上街头抗议 没把商家回住我家 商家席登静态诉求居民不领情 两方对立持续恶化 居民抗议政府执法介入 尽管失大店家当时曾集体 陈情放宽住宅区开设餐饮 零售等规定 但当地居民持反对意见 最终没有达成共事 它原本就只是一条失大夜市而已 可是因为就是后来越来越热闹 逐渐扩散到整个住宅区 然后就范围扩大到在房东 房客跟二楼以上住户的彼此之间 就会有一些摩擦跟冲突 房客生意好 我房东就可以提高房租 所以我当然会希望就是 越热闹越好 但是对于二楼以上的住家来讲 他就会觉得我不只是噪音 我甚至人越来越多 会影响到我的居住品质 其实这种东西就有点像说 住户一直在忍耐 那忍耐到忍无可忍的时候 突然整个大爆发 疯狂的检举跟拉百步条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呢 就跟我们煮开水一样 你一到九十九度的时候呢 它就是不会保 可是问题是这个商圈 已经巧巧形成当中 你要废点一百度的时候 然后大家才开始保 冲突对立之下 最终师大店家掀起大规模的出走潮 从繁荣一时走向没落 就怕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南西商圈 最后沦为师大商圈的翻版 不过将师大商圈与南西商圈摊开来比较 师大商圈从夜市文化崛起 经营形态超过六成 都是餐饮小吃摊 夜晚人流密集 引发的油烟垃圾问题相对严重 而南西商圈则已零售咖啡厅较多 环境影响相对小 因此这回大批店家遭到检举后 也有当地住户跳出来替店家说话 我住在这边大概已经十年了 消防安全跟这些住宅品质当然很重要 但是这些事情难道没有改善空间吗 一被推翻真的有一去不复返 它那些繁荣跟过去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的东西 其实我也觉得真的是要考虑到 这边还在居住的人的感受 如果他们是能接受的有限条件下 那我觉得不应该是一套法规 订定所有的台北市所有商圈 而是要因地制衣 台湾各地多是住商混合的形态 店家与居民除了对立冲突之外 有没有双赢的可能 我建议是应该要更强化这种市政府跨局处的整合 第一个由产发局观光局 它去勾勒出台北市比较有潜力的商圈 我针对商圈的形态定位区位规模 进行一些比较前瞻式的想象 那这个时候在由都发局这边 藉由都市计划的手段 跟这个整个都市再生发展策略来引导 人们漫步在街头感受既有活力又放松的商圈氛围 在步调仓促的都市里更显难得 未来商圈能否有效自律还是未知数 但商圈发展和居住品质若找到和谐共存的方法 或许就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 将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城市亮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